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就进入Secondary 前面是第一个部分 现在是Secondary 此外 作者在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你做一些简单的改变 你要改变复述 所以改变应该有两三项 那么现在这个是第一项 最重要的第一项就是戒严 那么加剧马上就进到第二项了 所以转折语池就用Secondary 很清楚 已经转了第二个 你要做改变的 好就第二项 Modify your diet Modify这是什么 这个是调整 我们先把字词先念一遍好了 好 第一个Modify Modify调整改变 Fiber food Fiber 纤维 Food食物 纤维食物 Echol Echol是酒精 Avoid Avoid Avoid是避免 好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单字 我们现在来看 第二个 Modify要调整 要改变 为什么一下子突然间用原型动词呢 这个就是起始句 这个就是起始句 起始句是针对你提出的尊顾 劝告 所以你看后面都讲你嘛 你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作者对读者 因为读者在看这篇文章 所以作者对读者的一种劝告 所以用你来这个描述起始句 Modify your diet 要调整改变你的饮食 用什么方式 大概就是借的什么方式来改变 调整你的饮食 好的 第一个 哇 一直那么长 一直到这边 你看句子结束到这边 那我们先慢慢来分析 一 by reducing 降低 the amount amount是量 of fat fat是什么 fat就是脂肪 哇 什么脂肪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 形容词子句 you eat 这个要小心了 它这个片语里面 还包含一个子句 那同学可能会觉得很怪异啊 怎么会 所以片语里面包子句 英文的观念就是这样子 你只要这个名词后面 需要做补充说明 后面马上就可以加子句了 好 所以这个 amount of fat 是脂肪的量 什么脂肪的量 要补充清楚一点 所以就加一个子句 you eat 你所吃的那些脂肪的量 你要降低 你要减少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by 出来了 好 那这两个方式 用and来连接 好 我们现在看第二个方式是什么 第二个方式是 by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vegetable and high fiber food in your diet 好 好 再来 他说啊 第二个是借着增加 the amount of vegetable 蔬菜的量 刚刚是减少脂肪的量 加剧 要增加蔬菜的量 还有 high fiber food 高纤维脂的那些食物 在哪里 in your diet 在你的饮食中 在你的饮食中 你要增加多吃蔬菜 还要多吃一些高纤维的那些食物 这样子 用这两个方式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都在对称 所以这个看文章 一定要看得懂 它的诀窍 究竟在哪里 好啦 这个这是作者讲的 第二个 调整你的饮食 有两个方面 一跟二 减少这个脂肪 二 增加蔬菜 还有高纤维脂的食物 又来了 此外 第三项了 in addition 这是第二项 加剧 再加一项 这就第三项了 in addition It's important that you do not drink too much alcohol and you try to keep your water way down 这是虚主词跟真主词的一个句型 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什么事情就在后面 这个叫名词子句 当真正的主词 那我们先看名词子句 当真正的主词 好 再来 他说 You do not drink too much alcohol 你不可以喝太多的酒 Egol就是酒类 通常我们讲 Egol 大概就是指那些 比较烈的那种酒 我们才会用Egol 那葡萄酒 我们就用 Wine W-I-N-E 啤酒 我们就用 Beal 那像这些呢 这个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 做一个 参考 Egol A-L-C-O-H-O-L 这是酒精的意思 还有一个叫 Liquor Q-U-R Liquor就是烈酒 比较烈的酒 那这个酒精 是每一个酒 都有酒精 只是它的量多少 Liquor就是 这个强烈的 比较烈酒 那么 Wine 是葡萄酒是类的 好 Beal 那就是啤酒 好 Whiskey 那么 这个就是 瑞士忌 这个就 40%左右 43%左右 那这就比较烈了 好 那么 再来一个 Brandy 这个就是喝酒 常常会 用到的 这些酒的名称 Brandy 是葡萄酒 这个是 小麦 做的 这啤酒 这是红酒 也是葡萄 这个是烈酒 像金门高粱 这是酒精 OK 这是额外的 体外化 And You try to keep your way down Keep down 是什么意思 保持你的重量 down 往下 也就是说 要维持你的重量 不要长胖的意思 好 两件事情 用and来连接 第一件就是 不要喝太多的酒 不是说不能喝 不要喝过量 too much 那么第二个 要保持你的 这个 身体的体重 好 不要发胖 就是keep down 维持在体重 在适当的一个重量 不要太重了 好 又再加一项 最后一项了 finally 这是最后一项了 所以你看起来 第二项 这边 第三项 这边 又还一项 最后一项 avade too much sun 就是要避免 太多的阳光 好 后面就补充说明了 do not stay outside 不要留在外头 什么时候 dearing是 表时间的一个 片语 dearing the mid of day middle of day middle是中间 of day 一天的中间 就是中午 dearing the middle of day 就一天 大 这个什么啊 这个大太阳之下 日正当中 这个时候 不要留在外头 第一个 好 后面再来做一个补充 if you can help 你如果是农夫 那当然没办法啊 要生活 那意思就是说 if you can help 这个help 不要小心 这个help 并不是说 如果你能帮忙的话 这个 日正当中 就不要到外面去 这个就不通了 所以if you can help 就是你可以做得到的话 如果你可以做得到 那么日正当中 就不要留在外面 要到室内来 不要在外面晒太阳 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 来 remember 最后结论了 这个是作者的结论 前面不是讲了很多吗 对不对 又包含不要晒太阳 太这个 还有不要喝太多酒 还有你的身体的重量 脂肪 还有蔬菜 还有什么啊 戒烟 哇 一共讲了五六项 好了 现在归纳在一起了 记得 remember 这个就是起始句 作者针对你的一个建议 你要记得哦 adopting a food healthy habit 这个就是动名词当主持 好 老师就画到这边好了 好 画到这边 这是整个动名词当主持 实际上一件事情 他说 adopting就是采用 采用一些健康的一个habit 是习惯 这个就是生活习惯 有益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 动词就出来了 can help you 这里的can help 就是就可以帮助你 你怎样 这是受词 后面就是受词补语 这个you可以 后面这个to可以省略 为什么 因为help后面 文法常常讲 help后面可以加原形动词 好 所以这里有个to 可以省略掉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是受词 这个叫受词补语 这是作者最后的结论 说你 你采用一些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嘛 健康的生活习惯在哪里 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些全部 包含 不要在外面晒太阳 还有不要喝太多酒 你的重量要保持 不要太重 对不对 吃高纤维的食物 还有尽量避免太多的什么 这个肥肉 胆固醇之类的 少吃 然后戒烟 那么多项 这个都是属于健康的生活习惯 那这样子 你改变一下 这样子 那就可以帮助你 隐居里享有一个长寿 而且快乐的人生 这是作者的看法 那么要过一个长寿快乐的人生 要避开癌症的威胁 作者提供了很多的一个 个人生活习惯的改变 好 这边文章是相当不错的 老师就分析到这个地方